除夕围炉吃年夜饭 各餐厅饭店都是一味难求 有一名江先生 他特别提早了三个多月 花了九千多块 订了台中一间星级酒店 三个人除夕夜当天的晚餐 还著名想要坐在靠窗有紧的位置 没有想到在一号呢 却被临时告知说 不仅红酒无法提供 座位也要被换到餐厅外的走廊门边 让他实在是无法接受 而餐厅还给了他三个选项 退费改到牛排馆 不然就直接外带 而对此餐厅低调表示 目前呢已经全额退费给对方 不愿意再多做回忆 这是江先生提早三个月 订的酒店除夕夜年夜饭 他以为的用餐地点 但没有想到一号却临时被告知 自己的座位位置是这里 江先生花了近万元 订了除夕夜当天晚上三个人用餐 还注明希望能坐靠窗游景的位置 但没有想到最后的位置 却是被安排到了餐厅外头的走廊门边 而这样的用餐环境让他无法接受 没有人会知道说 他给你的窗户是这种餐厅外的窗户 或者是游泳池旁边的窗户 我觉得是他们不尊重自己的客人吧 事后他将整个过程迫上网 网友也纷纷留言 这是交易厅吧 还有人说实在太扯了 赚钱不择手段 有点欺骗消费者啊 感觉是很欺骗感觉啊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不会继续吃 会生气吧 不仅如此 餐厅还直接给他三个方案 退费改到牛排馆 不然就是改外带 最后江先生气到选择退费 对此餐厅表示 已经全额退费给对方 不愿再回应 只是除夕前二十几天被告知 现在临时要去哪里吃年夜饭 成了问题 最重要的是过节性质也被打坏 介绍王一璋太中报道